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恢复中原 鞠躬尽瘁 死而后移 诸葛亮的话感动了后主 当即同意出兵乏位 诸葛亮拜辞后主 星夜赶到汉中 他聚集重将 令将为魏延为先锋 起大兵三十四万 分五路出齐山 又令李徽先运粮草在邪谷道口伺候 诸葛亮领大军到达祁山后 从邪谷一直到剑阁 接连扎下十四个大寨 分屯军马 作属长久之计 这是魏主曹瑞 也派司马懿聚集各处军马 共四十万 来到魏宾之下驻营阻拦 司马懿深沟高鹤 不与蜀军作战 他料之蜀军远来 粮草运困难 想把蜀军拖垮 诸葛亮早有准备 就在渭水奋兵屯田 做长期战争的打算 一天 长使杨一报告说 如今两米都存在间隔 人力 牛 马搬运均不方便 怎么办呢 诸葛亮笑道 我已运等谋划很久了 可叫人制造牧牛流马 昼夜运输 非常轻便 人听了很是惊奇的说 从古到今 从来没有听说什么牧牛流马的事 不知丞相有什么妙法 能造出这般神奇之物 诸葛亮便把图样拿给重将观看 重将看了一遍 全都拜服 过了几天 能攻巧将按照图样 把牧牛流马造好了 竟像活得一样 上山下陵 都十分方便 军事见了 真是无不欢喜 诸葛亮命令 又将军高降带一千兵 驾着牧牛流马 从剑阁直达祁山大寨 往来搬运粮草 攻击蜀军之用 却说司马懿正在筹闷 忽然哨马来报告说 蜀军用牧牛流马转运粮草 人不大牢 牛马不食 司马懿大惊 急忙叫来张虎月修二将 吩咐他们到邪谷小路边埋伏 抢几匹牧牛流马回来 张虎勒林二人 一令各引五百军 半座蜀兵 夜间偷过小路 扶在谷中 一会儿果然高响 引兵驱牧牛流马而来 张乐二将突然从两边一起杀出 蜀兵措手不及 弃下树皮 慌忙败走 张乐二将高高兴兴的将牧牛流马赶回本寨 司马懿看了 司马懿看了牧牛流马果然进退如活的一般 于是高兴的说你诸葛亮会用牧牛流马难道我们就不会用了吗 于是司马懿命令一些能工巧匠拆开牧牛流马按照原样尺寸仿制 不出两月就生产出两千余个 由于采用的是诸葛亮的制造方法 司马懿的牧牛流马也一样能脱物行走自如 再说高翔回见诸葛亮 说卫兵抢夺了牧牛流马五六匹 诸葛亮笑说 我就是要他们抢走 这正好中了我的计谋 用不了多久 曹军就会给咱们送粮草过来 数日后 人报卫兵也会用牧牛流马 往隆西搬运粮草 诸葛亮大喜说 果然不出我的意料 他对大将王平道 你带着人马扮作曹军 连夜渡河去北渊 如此这般暗计行事 王平授记引兵去后 诸葛亮又唤张仪吩咐说 你带领五百人 都扮作六丁六甲神兵 再带上焰火之类的东西 埋伏在山脚下 带牧牛流马到时 放起烟火 下退卫兵抢夺粮草 诸葛亮在命未言 将为二人共同带领两万士兵 去北渊寨口接应牧牛流马 又叫料化张义二人 带领五千精兵 去断司马懿来路 最后命马中 马带二将带人 去卫营前挑战 六人各自遵令而去 再说王平带人 扮作卫军的寻粮队伍 在北渊正遇见 卫将陈薇引军驱目牛流马 装在两米前来 陈薇的少兵 见是自家巡视人马 并未在意 仍然放心前进 忽然喊声大震 蜀兵从本队里杀来 大呼 蜀中大将王平 在此 卫兵措手不及 被蜀兵杀死大半 陈薇难以抵敌 被王平一刀砍死在马下 剩下的卫兵四处逃散 败兵飞奔 暴入北渊寨内 未将郭怀 闻军粮被劫 赶忙引军来救 王平依照诸葛亮的吩咐 令士兵扭转木牛流马舌头 把木牛流马 抛弃在道路之上 边战边退 郭怀看见粮草 便不再追赶 打算把木牛流马赶回去 众军一起驱赶 却哪里驱得动 郭怀心中疑惑 正无奈何 呼骨脚喧天 喊声四起 正是魏延将为二将领兵杀来 这时王平也杀了一个回马枪 三路加攻 郭怀大败而走 王平让军士将牛马舌头重复扭转 驱赶而行 郭怀看见牛马又可以行走如飞 十分惊异 打算再回头追赶 突然山后边又有一队神兵拥出 一个个手执旗舰 十分怪异 并驱驾木牛流马 像一阵风似的走了 郭怀大惊说 肯定有神仙帮助蜀军 新军听了 无不心惊 哪敢追赶 却说司马懿 闻北援兵败 也亲自引军来救 方到半路 呼一声炮响 两路兵 自险郡处杀出 喊声阵地 席上大叔 汉将张义 廖化 司马懿被张义 廖化一阵杀败 他匹马单枪 望密林间而走 廖化当先追赶 看看赶上 司马懿着慌 绕树而转 廖化一刀砍去 正砍在树上 等拔出刀时 司马懿已走出林外 廖化随后赶出 司马懿却不知去向 廖化奔出谷口 遇见姜维 就一同回寨 见诸葛亮 这时张义等将早去 牧牛流马到大寨 就这样 蜀军轻轻松松 夺得了卫军的大批粮草 正当诸葛亮 要竭力北伐的关键时刻 忽觉心中混乱 就并复发 这天夜里 他带病出帐 仰头观看天文 不禁十分惊慌 回到帐中 对姜维道 我的生命 已危在旦夕了 姜维大惊道 丞相为何说这种话 诸葛亮道 我看见三台星中 刻星格外明亮 主星却十分幽暗 天象是这样 我的命运就可知了 姜维说 天象虽然如此 丞相却为何不用 其壤的办法挽救呢 诸葛亮探道 我虽然通晓 其壤的方法 但并不知道 天意如何 于是诸葛亮命将为代四十九个甲氏 每人各执造旗 身穿造衣 环绕在大帐外边 不让闲杂人等进入 自己在帐内 齐嚷北斗星 一切须用的东西 只叫两个小童 进出搬运 时之八月中秋 这天夜晚 银河灿灿 玉露盈盈 惊奇不动 刁造无声 诸葛亮在帐中摆设 香烛等纪物 地上分布着七盏大灯 周围环绕着四十九盏小灯 最中央是一盏本命灯 葛亮拜祝道 承蒙昭烈皇帝三顾之恩 脱孤之众 不敢不竭尽全马之牢 誓讨国贼 不希望我的将星现在就坠落 阳寿终结 诸葛亮又写下一幅齿诉 上告苍穹 听他肺腑中言 延长我的寿命 使得我能上报君恩 下救百姓 将汉朝江山永远延续下去 不敢妄想以祈祷 时事出于情真意切 诸葛亮告诉姜维 如果七天之内主灯不灭 那我的寿命就能够增加十二年 但如果主灯灭了 我便是一定要死了 诸葛亮拜祝完了 就在帐中俯伏着等待天明 却说司马懿一天晚上忽然观察星象 不由大喜 对大将夏侯爸说道 我看到将星错位了 诸葛亮肯定生了病 用不了多久就要死了 你马上带一千军兵到五丈园去打探一下虚实 此时诸葛亮在大帐中骑星 已经六天 见到主灯明亮 心中非常高兴 姜维进帐来 看到他正批发直见 他刚步斗 压阵降星 也不由得欢喜一场 这时忽然听得迎寨外面 有呐喊之声 姜维刚要叫人出去询问 魏延突然飞步 进来报告说 魏兵来了 他脚步极快 不料带起的风 将主灯 将主灯吹灭了 诸葛亮一剑 丢下剑 探声道 死生有命 不可得而嚷也 魏延惶恐万壮 急忙伏地请罪 将为大怒 拔剑要杀魏延 诸葛亮阻止道 这是我命该绝 不是他的过错 诸葛亮吐了几口血 握倒在床上 对魏延说道 司马懿料我有病 所以派人来探听徐时 你可立即出去迎敌 魏延领命 出仗上麻 带兵将下侯坝 赶出大寨二十多里之外 将为来到诸葛亮床前问安 诸葛亮道 我本想节中尽力 恢复中原 重兴汉世 无奈天意如此 我旦夕之间就要死了 我平生的所学 已著书二十四篇 现传授你一人 将为哭拜着接受了 诸葛亮又说 我有连弩之法 都已化成图本 你可以根据图法 去制造使用 将为也拜受了 孔明嘱咐将为 音平虽然地方险峻 但千万不得大意 接着又叫马带进帐来 在他耳边低声传了一个密令 最后嘱咐道 我死以后 你可按计行事 过了一会儿 掌使杨一进来 诸葛亮把他叫到床前 给了他一个锦囊 诸葛亮秘密的嘱咐道 我死后 魏妍一定会反 待他反时 你与他对阵 再打开这个锦囊 那时 自有杀魏妍的人 后来魏妍果然造反 被马带趁其不备斩于阵前 诸葛亮一一调度完毕 就连夜表奏后主 后主闻奏大惊 急忙命上书礼服 当晚启程到军中 去向诸葛亮问安 并询问后世 礼服日夜兼程来到武藏园 入藏见诸葛亮 传后主之命 诸葛亮流着眼泪说道 你们要尽忠尽力 辅佐后主 国家以前的制度 不要改变 我所用过的人 也不要轻易废掉 诸葛亮强称病体起来 让左右的人 扶他坐上小车 出寨到各营巡视 感到秋风吹面 彻鼓声寒 就常叹道 再也不能临阵讨贼了 悠悠苍天 到这里 显得多么疾远啊 诸葛亮叹息了很久 回到帐中 病是更加沉重 他叫人取来文房四宝 坐在病榻上 手书仪表 以告后主 诸葛亮写完 把杨仪叫来吩咐道 我死之后 不要发丧 让后寨先行 然后全军慢慢撤退 若是司马懿来追 就把我的雕像安在车上 推到两军阵前 一定会把司马懿给惊走 这晚 诸葛亮让人将他扶出仗来 仰观北斗 他远远的指着一颗星道 那便是我的将星 众人看去 只见奇色昏暗 摇摇欲坠 诸葛亮回到帐中 就不省人事 众将正在慌乱之间 忽然上书礼服又来了 看到诸葛亮昏厥 已不能讲话 便大哭起来道 我误了国家大事 过了一会儿 诸葛亮又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寻视众人 见礼服站在床前 便说道 我已知先生的来意了 礼服说道 奉天子之命 请问丞相百年后 可认大事的人 诸葛亮道 我死之后 可认大事的人 讲完比较事宜 礼服道 讲完之后呢 诸葛亮道 废义可继承 礼服又问 废义之后 谁可继承 孔明不达 等众将到 近前来看时 诸葛亮 已经与世长辞了 渐兴十二年 八月二十三日 属丞相 军师诸葛亮 自孔明 并是于五丈援军中 终年五十四岁 将为杨仪锦尊诸葛亮之命 不敢举哀 只将一体胜炼在关国中 令新副将士三百人守护 然后传密令 让魏延断后 各处营寨一一撤出 却说司马懿夜观天文 见一颗赤色大星 自东北方流于西南方 坠于鼠营内 三头再起 隐隐有声 司马懿惊喜道 诸葛亮死了 当即命夏侯坝 暗隐数十旗 往五丈园查探消息 不多时 夏侯坝回报 五丈园终以空无一人 司马懿大喜 忙亲自引兵来追 赶到山脚下 见蜀军不远 更加奋力追赶 忽然山后一声炮响 喊声大震 只见蜀军全部回旗反身杀来 树影中飘出中军大旗 上面写着一行大字 汉丞相诸葛亮 司马懿不由大惊失色 定惊看时 只见中军几十元上将 拥出一辆四轮年来 车上端坐着诸葛亮 与扇关金 喝场躁 司马懿大惊道 诸葛亮还活着 我倾入重地 诱了重他的轨迹 急忙恶马往回跑 背后将为大叫道 贼将修走 你中了我们丞相的计了 卫兵魂飞魄散 戏甲抛割 各逃性命 司马懿跑了有五十多里 背后有人赶上 扯住马的脚环叫道 都督勿惊 司马懿用手摸摸脑袋问 我还有头吗 重将道 都督休怕 蜀兵已经离远了 司马懿这才输了口气 过了两天 乡民奔走相告说 蜀兵退入谷中之时 哀胜阵地 军中扬起白旗 诸葛亮的确已经死了 只留将为带一千军兵断后 前日车上坐的 其实是诸葛亮木雕之身 司马懿听说后探道 我能料诸葛亮生 却不能料孔明死呀 因此蜀中人有谚语道 死诸葛经走 活重达 司马懿确信诸葛亮已死 才又带兵追赶蜀军 走到赤岸坡 见蜀军已去远了 才引大军回去 一路上看到诸葛亮安营扎寨之处 整齐有法 不禁叹道 真是天下奇才啊 诸葛亮去世后 按照他的遗嘱 蜀军把他的遗体 安葬在定军山 金陕西缅县南 表达了他志在统一 壮志未愁 买股沙场的壮烈情怀 诸葛亮的去世 在蜀国上下 引起了巨大震动和悲痛 后主刘善速派大臣到定军山调宴 宣读济文 并给予忠武侯的称号 后来人们尊称诸葛亮为诸葛武侯 为了寄托埃斯 蜀国各地官吏百姓 纷纷要求给诸葛亮立庙纪念 至今 每逢诸葛亮的纪念日 武侯祠都举行祭奠仪式 各地还有不少游客到四川后 专门来到武侯祠祭拜 三国之中 蜀国论综合国力 他远远比不上曹魏和东吴 但是诸葛亮为什么能多次兴兵北伐 并取得赫赫战果呢 这在很大程度上 依赖诸葛亮在政治 经济和军事上的才干 在政治上 他选贤任能 加强法治 营造了励志 清明的政治局面 有效的凝聚了民心 为北伐奠定了群基础 在经济上 他鼓励农耕 引进先进的生产技术 提高了产量 为北伐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军事上 他精炼士卒 演练阵法 尽管蜀国军队 仅约40万人 但战斗力却很强 此外 诸葛亮还鼓励科学发明 并把这些先进的工具 武器用到经济上或军事上 除诸葛连弩 这项新武器外 还有牧牛流麻 也是一项重要的发明 另外诸葛亮 效忠于刘备集团的信念 至死不渝 刘善年轻极位 又无才能 诸葛亮完全可以取而代之 可是他全力辅佐刘善 在三国所有顾命大臣中 诸葛亮的担子最重 困难最多 诸葛亮是无惧系 大事小事一起抓 他是一个兢兢业业 踏踏实实的实干家 围了克服各方面的困难 改变蜀国不利的局面 寻找发展的出路 诸葛亮日夜思索 绞尽脑汁 诸葛亮对各方面工作都认真负责 一丝不苟 兢兢业业 终日操劳 不得休息 除全面负责全国的军政事务外 还亲自组织兴修水利 桥梁 道路 议舍等工程 连养残 煮盐 野铁也经常过问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 包含着报答 刘备的知欲之恩 包含着对君主 尽臣子之节 诸葛亮的鞠躬尽瘁 既是忠于刘备 也是追求和实现 自己的理想和报复 其中还包括爱国的内容 因此诸葛亮的钟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超出了于钟的范围 在客观上是符合封建时代人民群聚的愿望和要求的 所以他的这种精神颇为后世人人所称赞 诸葛亮身处东汉末年 国家处于分裂混乱 人民蒙受深重灾难的历史条件下 能始终坚持走国家统一的道路 并为之奋斗终生 也是他历来得到崇高评价的根本原因 诸葛亮的政治军事活动 实际上为中国的西南地区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 做出了贡献 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一味杰出的进步的政治家军事家 这样评价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唐朝著名诗人杜福 在追念诸葛亮的一首名为《蜀相的诗》中写道 三顾茅庐天下记 两朝开记老陈心 初世未杰身先死 常使英雄泪满金 抒发了对一个人 未尽事业的惋惜之情 连环化诸葛亮全集 完 故事到此结束 感谢大家的观看